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祖次揮 大家好 有同修在網路有問到說 有青年來生病 那我們如何來幫他消這個病 消這個業來減少他的病痛 有沒有什麼方法來請教顧問 那我們是拜馬祖 馬祖的信徒 我說過馬祖的信徒有分幾類 如果你已經是在開始修行 知道學聖道 平常有在做功課 有在認馬祖的聖號 也就是學佛 念佛號 念經 知道來修行的話 那一般我們的方法就是 你就是念經 來回向 來禱告馬祖 和菩薩觀音 佛陀佛祖的幫忙 來念經回向 給他的恩親什麼 載子 來消這個業 來消這個業 所以一般我們有修行的 比較的有深入的一個信徒 皈依的信徒 平常有在做功課 要念馬祖的聖號 然後會拜馬祖 會進香 那你已經很懂得 那你已經很懂得 這個修馬祖的聖道 也就是佛的一種修行的法門 你可以念色經來回向 念佛號來回向 那如果你是一般的信徒 一般的信徒 你相信馬祖 相信信仰馬祖 馬祖會幫你離苦什麼樣 得樂 那你平常並沒有真正的是 寫馬祖的聖道 可是你信仰是他的信徒 你可以到廟裡面來 來什麼 拔杯 來請示馬祖 如何來幫我的親人消這個病業 這個業障 那拔杯 這個有很多的方法 也就是馬祖的道法 插著樓端 祈求一個爐丹 或者香火 還是叫幫吉 然後是說請他怎麼樣 來花個宴 來開始來吃菜 這個也是一種方法 來請示馬祖 那太方要就是你祈求的對象 他需要什麼樣的造福報的方法 來幫忙他 而且把他的一個錢去監獻 或者什麼 這個都可以用拔杯來問 或是有抽籤來問 替他問這個印途 這個要怎麼樣來就醫 那如何來醫好他的病 或是有什麼原因 你可以抽籤 那抽籤以後 六十牽絲 六十甲子牽絲 會指示你該怎麼做 所以你讓拔杯啊 來抽籤啊 針對這個人報告他的 馬祖報告他的 深層啊 那住在什麼地方啊 那現在的狀況 那請示馬祖 是要用拔杯呢 來指示 還是抽籤 抽籤 如果呢 馬祖是笑杯 那你還有一個方法 那是不是去請教那個命理師 所以 顧問這裡常常有人來問 拿爸爸媽媽的盤 命盤來問顧問 顧問說 他現在有什麼樣的官 大概他有什麼樣的業力 那應該要怎麼樣的處理 那現在主位董事的命盤呢 都有解決的什麼方法 欺其必凶的方法 那有了這個方法呢 我們就知道方向如何去處理 這是針對他個人的命盤 命理來組點他 或是直接去問馬祖拔杯 或者抽籤 另外呢 還有一個方法 那這顧問呢 也用過 在我三十幾歲的時候呢 我媽媽呢 那個 得了疾病 那我就非常危險 醫生說沒有辦法醫 那我就跑到馬祖廟 就沒有問馬祖說 我要怎麼醫我媽媽 沒有 我就直接說 馬祖你救我媽媽 那醫生說 沒有醫學的方法 你可以幫忙他 那我發個驗 我來吃宿 吃早哉 終生吃宰哉 那你讓我媽媽好 那因為我平常就是 信仰馬祖 那時候我沒有修馬祖的聖道 也沒有人教我怎麼去修 我只是一個 從小 信仰馬祖的一個小孩 我就這樣花怨 那花怨呢 我就拔杯 如果可以 馬祖你三杯才才給我 所以我就求了三杯 吃雜哉 我覺得我吃了 快要三十年的雜哉了 那我媽媽的身體 現在就健健康康的 這個是一個神蹟 因為我們拜馬祖 就馬祖這種感應 馬祖最疼孝順的人 所以馬祖正教 就是感恩慈悲 那感恩對父母就是孝順 那你有感恩父母 你為父母的病 花個宴來交財 或者什麼 那把沙杯 媽就說OK 他出來保佑我的媽媽 健健什麼 康康的 這個也是一種方法 所以通論 我們平常都做善事 都做福報修善 來修行 來修定 就是來練經 練佛號 或是我們提倡的 聽馬祖的聖號 來練功 讓我們的心能定下來 不要有忘心 這是我們的戒 我們的善 我們的定 那平常我們修行 然後為父母親人的病情 來求福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練經 因為平常我們在修 有在修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脫離六道輪迴 我們有那個福報 有那個能量 我們把這個回向 給我們的親人 然後我們再練經 練完經 就回向 給我們親人 來拜馬祖 想像馬祖的光 照在親人的身上 那身體健康 他能下得了病床 然後很運動 健健康康的樣子 那馬祖的光 照射到他身上 想像他健康在活動的樣子 來回向給他的恩親在子 然後把這個福分 能量回向給他 那這是通論 那如果說要求成績 解決的方法 針對命盤 我們來看個命盤 知道每個人有什麼樣的災難 有什麼業障 業力 上輩子是什麼狀況 造了什麼因 然後我們針對病因 來求馬祖如何解決 那從除了斑盤 除了病盤當中 我們可以看出姐姐的方法 然後我們可以用馬祖 拔杯 求強馬祖 是不是可以主導我們來解決 不然我們住親的人 就花怨開始修行 如是 念青 做善事 兼錢 兼學 來布施 來回向給我們的青年 也會有奇蹟 當然最重要你的心 你的真心 那信仰就是要一個成內外一致 不要欺神 那不要欺神 欺心就是欺神 所以你的心 一定要一個善良的心 一顆正心 一個正義的心 一顆慈悲的心 只要清淨的心 平常的心 住在的心 我們把我們的心 也就是我們性 既有活性 菩薩性 我們就可以心想事成 顧問的一方法 各位慢慢去體會 其中宅起某部分 你可以為你的青年 欺災解惡 以上是顧問的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子慈悲 謝謝大家